7月9日消息,AngryMail创始人李楠发文爆料 iPhone 16系列手机充电功率将提升至40万 苹果iPhone 16 Pro Max将会有30处改进和优化 包括尺寸、屏幕、芯片、散热、网络连接、相机、续航以及充电等方面 其中iPhone 16 Pro电池容量将提升至3355毫安 iPhone 16 Pro Max将提升至4676毫安 苹果在手机充电功率方面的升级一直较为保守 iPhone以5系列手机充电功率维持在20万到27万之间 通过官网机型对比可以看到iPhone 13、14、15 Pro Max三款机型 在充电时间保持一致 采用20万及以上功率充电器充电 可在35分钟以内将手机充至50%的电量 因此,苹果iPhone 16系列手机充电功率提升 预计将用于平衡和改善电池容量提升 带来的充电时间增加问题